如果来过日本的话 有这样的印象 到处都是神社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偶像 还有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庙 所以这里面的属灵征战是非常强的 那么日本有99%以上都没有信福音 我觉得这并不只是停留在一种人文 或者是一种文化的层面 它一定有一个掌管黑暗权势的 邪灵的一种它的影响 或者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挟制在当中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 这是一个属灵征战非常强烈的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日本的话它是有一个集体主义 就是他们很少在一个集体当中 很强调个人的一个意见 必须要有服从集体的这种共同的价值观 还有集体的这样的一个利益 包括公司学校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还有社会给他们压力比较大 所以在日本很多地方 他们有的听到福音之后觉得很好 也很想信 但是就是因为家里的人 他们有不同的信仰 甚至因为家里的人他们有反对 所以他们犹豫不决 甚至有的是信的 但是迟迟不受洗 这样的日本人其实不少 日本的教会80%以上 是在50人以下 而且教会比较闭塞 教会的门槛比较高 所以周围的这些木道友也好 或者是新人 他们又进到教会是很困难的 因为在围墙里面 不知道教会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 虽然在教会旁边住了十几年 二十年 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进到教会过 所以教会文化带来日本很难突破 这1%的墙围墙